OK,大家动作很快啊,都很快的回来了 人数去到了10位,刚才好像是19位,我们再等多一下下 OK,不要再等一下人啊,不要这么快啦,这么快的就OK,因为有些人啊,电脑比较慢一点,可能需要多一点的时间 OK,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啊,我们再share一下那个,我再慢慢等人进来,我再share一下这个 OK,好,我们去到第17题 哇,这边好像要挂大风,要下大雨了 咦,怎么看不到我的chat OK,进来了,chat 大家有没有问题啊? 15个学生还有 15个学生还有 还有 还有 第17题 OK,第17题 咦,我的chat又不进了 OK,第17题 单细胞生物 细胞分裂的结果 细胞分裂会造成我们的细胞树木增加 细胞体积增加是我们的细胞生长 所以要分清楚,它两个不同的 然后,这个生物个体增多是属于生质吧 生物个体增多 这个是生质 然后,树木应该不会减少的 我们细胞的树木应该不会减少 OK,第18题 细胞分裂的这个正确的顺序 它只是把我们的作业体变成了蚊子罢了 然后,作业体是我们的植物细胞 这个是我们的动物细胞 OK,所以首先第一个步骤呢 它没有讲到这个细胞质 没有讲到染色质复制 我们没有讲到染色质复制 所以第一个步骤应该就是细胞核 先一分为二 然后再来的就是细胞膜往内凹陷 然后也把这个细胞质分成两份 OK,所以整个步骤应该是二三一的 OK,二的四次方 刚才出了二的五次方是三十二 现在变成二的四次方是十六 OK,所以这种类型的题目 老师也是蛮爱出的啦 虽然是搞数学 但是我们也蛮喜欢 看一下学生知不知道二的四方 到底是怎样 某医院利用干细胞 干细胞 成功修复了受损的神经细胞 刚才我有提到 神经细胞受损了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自然的 由自然的方式 就是人体来讲 我们没有办法修复神经细胞的 所以就必须要用医疗的方式 用干细胞去修复神经细胞 那这个干细胞怎样修复呢? 其实这个人体的干细胞呢 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植物里面的分身组织 所以它是在分化之前 一群没有特定的功能的一个细胞 就好像这个受精卵也是 受精卵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功能的一群细胞来的 但是它的分裂能力很强 它一直会进行的分裂 所以干细胞有点像这个受精卵这样子 它是有分身能力 分裂能力 但是还没有分化 所以这整个依据呢 是利用了这个细胞的分化 来变成这个神经的细胞 所以这个干细胞好像是有出现在你们的小档案那边 它有介绍啦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科技 也不算最新的科技 是一直在研究 目前都还正在研究的一个过程 这个研究干细胞 研究干细胞 怎样来控制干细胞 来分化成你要的东西 这个是最新我们在研究的东西 好 人体的有一种细胞 它可以产生 受到刺激后 它可以产生兴奋 传导兴奋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经组织 接受刺激 产生兴奋 传导兴奋 好 显微镜像我们看这个洋葱表皮 基本结构单位 我们是看到这个细胞的 我们是看到细胞的 有人没有mute到啊? 许家阳我帮你mute一下 因为有听到 常闹的声音 好 第23题 我们继续看23题 下列四种结构中属于器官层次的是血管 这一题就是比较有陷阱的成分在 你可以看到它特地放了血液在那里 因为很多学生会以为血液是器官来的 血管才是器官 血液是节地组织 再三强调血液是节地组织 组织 基建也是 基建也是节地组织 然后皮下组织 这个真的是送分 皮下组织 都讲到名字组织 当然就是组织 所以不是器官 OK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进入最后两页 就是我们的做答题的部分 OK 做答题的部分 诶 这一个图很像 看过的 这个基本上是跟我们的作业的题目 是一模一样的图来的 然后同样的问题 A细胞是 整个人个体都是A细胞 发育而成的 请问A细胞是什么 OK 所以这个A细胞就是我们的受精管 没有问题 A细胞是受精管 由上图的人体结构层次 哪一个层次是植物不具有的一样的题目 一样的题目 答案是1 只是这一边呢 它出现了一个很新的题目 请你辨认出D是两个器官的名称 所以为什么我讲你们要去看整个系统里面的器官是什么 这两个器官曾经有出过的 OK 这个直角三角形和这个是肝脏来的 肝脏来的 然后这个是 怎样形容它的样子 这个就是胃 这个是胃来的 OK 然后1呢 这个是什么系统 这个是消化系统 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所以它现在是问功能 功能就是我们讲消化和吸收营养物质 OK 消化和吸收营养物质 所以有时候不是只是要去读它的名称 有时候还要去读它的功能 有时候会问功能的 所以你要写它的功能 所以要看清楚它的题目 有时候很多学生是没有去看清楚的题目 写消化系统 sorry 错了 OK 第二 第二题 第二题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是植物细胞 经过无数次的分裂 生长 分化后 它会有形成不同的 形态不同功能的细胞群 也就是组织 也给了你四种组织 这四种组织 如果你有读好那四种组织 A的组织 这个是植物织 这个是植物细胞 刚才跟课本的那个图又不一样一点 所以你要熟悉不同的图 这个是植物细胞来的 所以是营养组织 这个很紧密的 这个还有一些黑点 这个黑点应该是那个 气孔来的 气孔 所以这个组织是表皮组织 不是不是表皮组织 就是在植的表皮 植表皮 所以是保护组织 皮 皮上皮组织 皮 皮什么 上皮组织 是动物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里C 这里也有给这个答案 我们再看一下 B 是疏导组织 一条一条广的 所以它是运输水和无机盐 还有有机物的 然后这个一团呢 它也怕你跟 这个保护组织混淆 所以它也先给了你保护组织 和这个分身组织 所以你把这两个组织排除掉 这个A其实不难的 你把这个保护组织跟分身组织 去除掉 B很容易辨认是疏导组织 A就会是营养组织 OK 所以它要你写出 A组织跟B组织的正确的名称 A是营养组织 B是疏导组织 OK 所以如果一棵植物 失去了B组织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OK 所以它没有疏导组织 它就没有办法 运输水分无机盐 它没有水分无机盐 甚至连有机物也没有办法 运输的话 它就会死亡 因为你没有营养物质 OK 会缺少水分 会缺少无机盐 会缺少这个有机物 造成会整棵树死亡的 OK 所以这个是你可以这样子来写啦 该植物会因为无法输 运输水分无机盐有机物而死亡 分身组织在植物上的功能 分身组织就是进行细胞分裂和分化 OK 它会进行细胞分裂和分化 然后保护组织是在叶皮的表皮 有保护的功能 请问人体有保护作用的组织又叫什么名 甚至叫上皮组织 所以你必须要这两四 四个植物组织跟四个人体的组织都要很熟悉 而且它们有类似的地方你也要懂 OK 好吗 可以啊 所以最后一年就是 2019年 2019年出了两题啦 一题是比较容易很简单的 另外一题是好像是大题来的 OK 这个是我们最后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题 连接啦 左边是器官 右边是系统 然后配搭一下 卵巢 是生殖系统 卵巢是生殖系统 当然如果你有内分泌系统 它也是可以放过去内分泌系统的 卵巢也是属于生殖系统 也是属于内分泌系统 心脏的是循环系统 大脑的是神经系统 然后胃的是消化系统 OK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啦 这是很简单 然后 人体由小到大的结构层次 这个也是很简单 要背起来的 这个 细胞到组织 组织到器官 器官到系统 系统到个体 OK 这四个层次 OK 最后的一题 也没有很大题 就是 还好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 图中 R R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叶脉 所以这个是叶子的结构 横截面积 然后 放大 看出来 所以这个是上 上 上表皮 批的是表皮 液肉细胞 就是在Q的部分 以前Q课本 其实我们就有读的 Q的部分 叫液肉细胞 下面的这个 松松散散的 松松散散的 这个部分 我们是叫做 杂状细胞 现在没有上了 这个是杂状细胞 这是杂状细胞 这是液肉细胞 液肉 OK 然后这里是有一个气孔 气孔 气孔了之后 这两粒是来 来控制这个气孔开关的 这个叫保卫细胞 这个有没有上 它叫保卫细胞 保卫细胞也是有 有液律素的 也是有液律曲 在这里 所以这个词点 你们会有上到的 所以这个R的部分 R的部分是我们的液 液脉 液脉 英文版本才上 但是华文版本其实是词点会上的 应该是初二吧 初二词点会上的 也是要懂的 我稍微讲一下 R的部分是我们的液脉 然后它是属于疏导组织 所以请写出疏导组织的重要的功能 运输水分 无机缘 跟有机物 哦 华文版本如果有考也不意外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因为有些老师 他就讲说 英文版本上过了 你们也要懂的 所以你们 也要稍微要懂一下 所以 OK 所以这个是这样 Q的是叶肉细胞 叶肉细胞是属于营养组织 营养组织 你要记得为什么它会在上面 它不是在下面 因为阳光是在上面嘛 OK 当然它的 它一定会有一层保 那个保护组织嘛 保护着它嘛 不然的话 你的水分很容易走掉 所以它会有隔着一层的 那个 叶表皮 然后就到它了 然后它很紧密的 它一定要把所有的阳光给接下来 所以它会比较紧 下面很松松散散 因为要气体要进入 所以都会有原因的 全部都会有原因 所以叶肉的组织 一定是在叶的上面的 然后阳光下来 它可以 它可以 被阳光照射到 被阳光照射到 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OK 除了叶片 表面 皮还会出现 皮的部位 还可以出现在哪一个部分 皮的部位 基本上就是那个叶表皮 叶表皮只会出现在叶子嘛 所以它这个题 它其实要问的是 这一种组织 这一类型的组织 还会出现在哪里 会出现在根啊 茎啊 这些的表皮都会出现的啦 所以它其实是要讲的是 保护组织还会有在 出现在哪里 OK 叶肉细胞是最多叶立体的 Evan老师讲 除此以外 其实保卫细胞也是会有 对吗 这个是常常会考的 OK 叶片呢 由不同的组织构成 所以你觉得它是属于哪一个层次 叶片是属于器官 叶片是属于器官 这个大家应该都讲了这么久 应该都记下来了 化果是种子 根茎叶化果是种子 根茎叶是营养器官 化果是种子是生殖器官 OK 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今天我们大概讲完了 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呃 大家有问题可以提问 呃 没有问题 我 Evan老师要讲几句话吗 我unmute你一下 Hello 听到吗 听到 听到 OK 保卫细胞就是gut cell 那保卫细胞啊 是跟保卫完全没有关系的 保卫细胞是能来控制 气孔的大小 让那个 呃 让那个空气进去的 所以是跟保卫完全没有关系的 呃 我这里不是很方便讲的话 因为有小孩子的声音 OK 教会给你 很吵啊 OK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我先要呃 呃 呃 哦 这一班是初一的学生 哦 应该大家都很乖的 然后也 也没有什么要提问 哦 OK 呃 我先讲一下哦 这个 呃 这一次 事情的发展 哦 我们又要再 再 关多 两个礼拜 所以 呃 没有办法 呃 停课不停学 这个是我们一直标榜的 呃 所以大家都都有一直在 在继续的上课 呃 考试会考到 呃 呃 那个那个范围会不会减少 这个我们也不去理 OK 反正我们 我这一边呢 能够提供的 啊 老实讲我提供的东西呢 是非常足够的 哦 非常足够的 只要你去融会贯通 去读完一遍 然后去理解的话 呃 八九十分跑不掉的 然后八九十分都可以拿到的 OK 所以 当然你们也要做你们的部分啦 你们要去读啦 OK 哦 所以 呃 接下来呢 我们会 会进行多两三次的 OK 这个是第一次 我们可能会再进行多三次 我们甚至会要补回上个礼拜 没有上到的 哦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 一直觉得说啊 我们停一次 我们可能迟点再补回来 看来不行哦 因为他一直在 哦 在延长那个 呃 延长这个 行动管制的这个时间 呃 延长了两个礼拜 哦 所以我们会要 呃 继续的会上网课 然后 呃 下一个章节是第七章 第七 第七章是有关物理的啦 哦 有关物理的 然后 呃 也是有关少少是化学 就是说我们的物质啊 是呃 是由什么 组成呢 是由粒子组成 那个粒子是怎样啊 等等等等 这个应该是你们的网课已经 呃 已经上了这个部分吧 呃 那样从液体 气体 啊 跟固体 之间怎样转换啊 等等的 所以这个我会 呃 一直 啊 一直 update 那个啊 我一直在做这个 笔记跟练习 然后 啊 我会提早的send给你们 然后再跟你们安排 那个那个 啊 啊 那网课的时间 应该都会在三点半到五点半 这一段时间啦 ok 然后之后我会把这个 呃 影片 啊 因为我 啊 record下来了的 我一上 上这个东西 它自动的帮我record下来 然后每一段 呃 就会save下来 最后一段 我应该就不save了哦 啊 接下去我也不知道 还有还有多少时间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提早放学了 哦 so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ok 没有问题哦 哦 大家都很乖哦 我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听哦 是不是全部睡着了 没有反应了 ok 啊 啊 好吧 呃 呃 呃 能够我能够做到的是这样啦 呃 你要开着这个视频 然后去睡觉 我也没有办法啦 ok 然后我也尽量的哦 record好了 我会放上youtube youtube 然后给你们那个link 啊 啊 然后也呃 呃 没有上到的哦 没有上到的学生也可以直接看那边 呃 呃 基本上也是一样啦 对吧 哦 只是只是网课的的的的好处就是说你们可以可以可以现场发问问题 但是你们也没有发问问题 所以没有进来的人其实也是一样啦 所以网课的目的其实啊 同学们你们可以发问问题 有问题可以问 哎 这个是 呃 我的这个 你们有来上的好处 啊 不然的话你们去看我的那个 youtube也是ok的 呃 有人 开始走聊 啊 觉得我在讲悲话了 呃 没有问题的话 我会等到这个时间完 踢出来 如果再没有问题我就不会再接上来 ok so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如果要 呃 unmute 的话 你可以跟我讲 应该是可以自己unmute 因为我有让你们自己unmute 然后提问题的 你可以自己unmute 然后问问题 或者打在下面 ok 没有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 live了 我会等到那个时间完 然后之后你们会收到那个 呃 youtube lin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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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这些小银子 区别人 我们下车 有点 叫 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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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